大家看这个汁就是 李老师去年发的一个视频 从那机部数了 是111个果 套了111个袋 但今年它这个太低了 它从这回来回到这里了 回完之后呢 刚才数了一下 没有110亿了 还剩50多 还能套50多 所以说呢 给大家说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第一呢 说明这个苹果管理好了 它有连续性 结果又有连续性 第二呢 它有裂变性 但就是一个 你看它从那里开始 今年就是 今年是第六五年头了 这是第六五年头了 去年是五年嘛 今年是第六年头 然后今年还有 还有50多个 50多个它下面回 下面这一部分 它从这里回掉了 回缩了 因为太低了嘛 这两年也给大家 给大家 这个 这个 总结了很多 好的经验 经验 大家也在 尽量的 多多的去体会 去学习 还有一点 你看 像这样的 这样的顶花 这都卸了吗 败了吗 这是不占指标的 是这样的 这些顶花 这是顶花 这是串花 这个串花 您就十到十五公平 留一个 圆子一两个 最大的苹果 挨着的 最大两个苹果 相邻的两个苹果 不相碰 为原子 所以说 就十到十五公平 留一个就行了 第一 第一 不是说 果子多了 长不大 这不是 这一点 大家明白 第二 不是说 非得追负荷肥 它就不行 这连续 多少年了 就没用过负荷肥 它就是鸡肥 就用了 生物油气肥 然后 三个五公斤 它是分开了 去年它量大 它就把五公斤 硝酸钾 零酸钾 就是 多用了 相当于是 多用了 十公斤的 多用了 十公斤的 零酸钾 多用了 五公斤的 硝酸钾 实际上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 一定要 还是 全年的 系统 系统的管理 还是 还是得 进行好 到位 进行到位 你看这个 这个 专门 今天来 专门 给他 这花都谢了 看着不好看了 就没那么好看了 数列 还有 还有 还有五十多个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